远去,找春天,说春天,写春天。 不看书,还能记得第一单元里是哪四天课文吗? 是的,我们跟着柳。 这个春天的使者学习了两首古诗, 村居和永柳。 我们跟着一群小朋友, 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找春天。 我们来到童话王国, 看到了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 我们回到1987年的4月5日, 看那春天里最美的风景, 邓小平爷爷植树。 这四篇课文都是围绕春天展开, 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让人流连忘返。 那我们就继续去欣赏春天的美景, 感受春天的美好。 首先我们来到了河堤上, 瞧这一排柳树。 一片片绿色的叶子, 就像是并绿的玉石装扮而成。 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唐代诗人贺之章所写的, 永柳树, 碧玉装承, 万条垂下, 不知细夜, 二月春风。 同学们接读得真好, 那能自己背诵全诗吗? 试一试吧。 嗯,背得不错, 我们来核对一下。 瞧,那边柳树下, 一群小朋友正在放风筝呢。 此情此景, 你想到了哪一句故事? 儿童暂学归来岛, 忙趁东风。 放纸鸳。 是的, 他出自哪一首故事呢? 没错, 孙居。 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吧。 首先, 请男同学背诵, 开始。 背得不错。 下面请女同学来背诵, 开始。 开始。 我们来核对一下。 哦, 对对了吗? 我们来核对一下。 我们来核对一下的柳树, 还有春风吹又生的小草。 让我们一起来背一背。 不得古圆草送别, 节选, 开始。 我们来背对了没有? 背得这么熟练呀。 那袁老师还有几个问题, 问问大家。 在这三首古诗当中, 哪一首古诗是写小朋友的呢? 是的, 孙居。 这首古诗当中有一个词, 指鸳。 它指的是什么呢? 没错, 风筝。 那在永柳一诗中, 诗人把什么, 比喻成剪刀, 才剪出碧玉般的细叶呢? 是的, 二月春风, 自剪刀。 诗句中的美景令人向往。 同学们, 请从下面的诗句中挑选一句, 说一说诗句里春天的美景吧。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答应应, 我认诗她的诗句。 请从前提, 这诗句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诗, 你现在正在表面。 我认诗她的诗句中文字。 我认诗, 你现在想念我。 很多诗句中文字。 不知诗句中文字。 说得真好 那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草长鹰飞二月天 伏地羊柳醉春烟 这句诗里写道 小草嫩芽从土里钻出来 自由地生长着 黄鱼鸟在天上欢快地边飞边歌唱 羊柳树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柔软而细长的枝条 在春风中摇摆 轻轻地扶扫着低暗 碧玉装成一树高 腕条垂下绿丝涛 这句诗讲的是 高高的柳树长满了翠绿的新叶 纤细的柳枝垂下来 就像千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 说得真好 那让我们走下河堤 来到一座花园里去寻找春天 瞧 春天找到了 一组生字花等着我们去观赏呢 小蝴蝶飞到哪一朵花上 同学们就请大声地读出花朵上的生字 我跟你们读 好吗 开始 不 滴 掏 醉 装 遮 眼 处 果 啊 在这个单元里 他读第四声 漏 丧 与 炫 灵 佛 浊 潘 听 停 嗯 寻 同学们带读得真好 那我们把这些采到的生字花放在一块 一起来看一看 你能快速地找到里头的翘舌音吗 一起读一下吧 装 遮 处 拙 那 平舌音呢 能找到来吗 是的 请男同学来读一读这些平舌音的字 嗯 读得很准 前笔音呢 快速地找一找 你同学们读一读这四个 好 最后我们来找后笔音的字有哪些 找得很好呀 大家一起读 生字花观赏完了 那 生词蘑菇呢 我们赶紧也来读一读 采一采吧 还是你们带我读 草长鹰飞 化妆 剪刀 探出头 闷牙 解冻 朵朵藏藏 杜鹃 刺猬 是的 味在这个词里读 轻声 再来一遍 刺猬 游地员 包裹 第二组继续 奥丧 绚丽多彩 花朵醋醋 花子 灰洞 挖坑 填土 避空如洗 万里无云 引人注目 兴致薄薄薄 我们把这些生词蘑菇都放到一块儿 来开火车读一读吧 还是请你们来当火车头 开始 化妆 探出头 闷牙 游地员 自尾 包裹 傲丧 挥洞 挖坑 引人注目 万里无云 读得真好 看样子 读一读 已经难不倒你们了 那 写一写呢 袁老师准备了八个词语 报听写 请同学们快快做好听写的准备 第一个词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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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写 不着急 每个词 袁老师都会报两遍 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写字姿势 做到头正 做到头正 身直 身直 避开 胸离 足平 好 好 第二个词 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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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词 直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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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匣 Guillermo 把它的目的词 ans Fran 找我的店 谁是没有人朋的国�евой 金刀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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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空如洗 最后一个词 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 都写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 同学们可以对照自己所写的 批改一下 注意这三个字 柳中间的树皮不能漏 直里头有三横 修可不要写成体哦 我们来看这两位同学的梯写 都写对了 你们也写到全对了吗? 给自己加科兴吧 袁老师奖励你们棒棒糖 自己拿 从花园里出来 接下来让我们奔向田野 去找春田 我们把小朋友们找到的句子 读一读吧 开始 再 nurs田 我们下来 谢谢 做约 这边 我们下来 两天 快转 词 同学们读得真好 朗读的时候都注意到了语气和重音 有时轻读 有时脱长 有时尾音上扬 分别把重音落在了 眉毛 眼睛 音符 琴声 这四个词上 朗读课文里的句子读得好 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看这位同学防写的句子 我们来读一读 重音和语气该怎么注意呢 试一试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小鸟在枝头鸣叫 那是春天的歌声吧 迎春花在阳光下上开 那是春天的笑脸吧 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你们能根据我的提问 读这句话吗 一 什么盛开在美丽的花坛里 读句子 是的 我听见了 同学们都把重音落在了玫瑰花上 第二问 玫瑰花盛开在哪里 读句子 很好呀 这回重音落在了花坛 玫瑰花盛开在什么样的花坛里 是的 这回的重音落在美丽上 重音不同 句子表达的意思也会有差别 那不光是朗读的时候 要注意语气和重音 在生活中与人交流 也要有所注意 恰当的语气可以使交流更加的愉快 小明在郊游的时候 遇到了一点小难题 我们来帮一帮他 小明一家去郊游 中午准备野餐时 小明发现 爷爷烙的饼里 放了自己不喜欢吃的胡萝卜 小明很为难 他该怎么对爷爷说呢 我们来帮他选一选吧 爷爷 您怎么又给我烙的饼里放胡萝卜了 我都告诉过您多少次了 您怎么总是记不住 这饼我不吃了 爷爷 我知道胡萝卜营养丰富 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可是我一吃胡萝卜就反胃 一反胃我就吃不下 您忙活一场 肯定不想我饿肚子吧 下次给我烙饼 别放胡萝卜了 行吗 选哪一种呀 是的 大家都选B 小明也是这样对爷爷说的 爷爷呀 笑咪咪的接受了建议 那 接下来我们去公园里找一找春天吧 逛公园之前呀 得看一看导览图 这是原地里的那张导览图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侯心亭 侯心亭 咨询处 露天剧场 管理处 宝塔 餐厅 嗯 大家读得不错 那 下面跟老师一起到太平湖森林公园去玩一玩 玩之前 也把这个导游图好好地读懂来 你们自己试一试好吗 开始 好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 从上往下读啊 生态艺术中心 云上浪漫花海 年货美食屋 春花湖 奇幻城堡 玉京香世界 太平湖森林公园入口 看懂了导览图 逛公园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地找到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公园逛一圈下来 美景怎么样 把这些空填一填 你现在让我们知道 人家可以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一写 你好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写的 一起来读一遍吧 茂密的树林 葱绿的草地 活泼的小鸟 清新的空气 五颜六色的野花 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嗯 他填得很好 这个答案啊 可不是唯一的 同学们 你们也读一读自己所写的吧 开始 我说的 一读自己所写的 也许一读自己所写的 能力 一读自己所写的 可爱的 表情 还能够起来 肯定 但我们可以推开窗看看春天 戴上口罩到小区里找一找春天 想一想 往年这个时候 我们都去到哪里去欣赏春天 有哪些美景呢 让我们把心中的春天 说一说 便宜甜吧 我们先来听听这三位同学到河堤上找到的春天 河堤上的一排垂流长出嫩叶 随风摇摆 就像美丽的姑娘 河堤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虽然我叫不来名字 但是它们美极了 河堤上有一群小朋友在玩游戏 它们奔跑着 欢笑着 开心极了 每个人找到的春天都不一样 每个人心中的春天都不一样 下面时间交给你们 说一说 便宜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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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都说得很好 春天在哪里呢 春天就在我们的心里 等疫情结束了 我们相约一起去找春天 说春天 话春天 写春天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